郭文貴議員 歡迎各位來今天的記者會 首先行政長官和兩位局長會向大家發言 之後會接受大家傳媒的提問 如果準備好我們請行政長官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今天我連同兩位局長和他們的同事 主持這個記者招待會 我留意到剛才記協 就著我們這次記者招待會的安排 都好像有些看法 在這裏容許我先做個解釋 事實上原本都是要和大家解釋的 今天這個記者招待會的涵蓋 是三個社會上近日關心的議題 第一個就是在上個月底 由夏政文先生領導的有關沙田至中環線項目 這個紅磅站的擴建部分是否安全 這個是第一個今天和大家交代的議題 第二個議題就是已經在傳媒廣泛報道 有關政府提出的三稅分流這個方案 是否會按原定計劃 在明日的立法會大會提出一個無約束力的政府議案 第三個議題就是我和李家超局長都被傳媒追問的 有關於移交逃犯這個修訂法例的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安排三個事項一併在今天和大家詳細交代 由於這三個議題都是在今早的行政會議討論 是得到行政會議的支持和通過 所以我們是爭取第一時間向傳媒交代經過行政會議討論的結果 如果是很人為的為了要拆散這些議題 或者多幾場的記者招待會 就可能有一個議題或者要排到明天才做 我覺得對於社會能夠獲釋 第一時間獲釋政府的看法也不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這是第一點全部都是源自於今早 今天是星期二今早的行政會議討論的 第二點就是這三個議題看似好像不相關 其實有兩個議題都是運輸的議題 都是由陳凡局長和他們的同事要去解答 一個是保安的議題 但我留意到在過去這段日子 當我被傳媒追問這三個議題的時候 或多或少都會連帶到一個管治的議題 一個政府威信的問題 甚至一個香港和中央關係的問題 即是哪些事情是中央要求做 哪些事情是行政長官本人 或者是行政機關主動做的 所以這些議題恐怕更加有權威 是由我本人來回答 和社會的交代 所以我的選擇就是 今天下午開始做三場的記者招待會 我覺得對傳媒的朋友 未必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或者就像今天這樣 現在這樣呢 我們是連同兩位局長 就和大家一併交代這三個議題 不需要擔心我們是故意放在一起 想早點走 答小幾個問題 因為今天我們預了足夠的時間 給大家問問題 大家都如果知道 今天下午本來是召開 由我擔任主席的行政長官 創新科技及策略發展的顧問團 這個顧問團的會議是非常重要的 每三個月才開一次 而且是有些海外的委員 但我也是邀請了政務司司長 代我主持這個會議 所以我們是預留了足夠的時間 給大家就著這三個議題 去反映社會的關注 而作出一個提問 在回答的時候 如果我可以回答 這些問題是比較屬於我的層次 可以回答 我一定會盡量回答 有些技術性仔細的問題 就必須交給兩位局長 和他們的同事 和大家做一個回應 希望如果將來大家對於 特區政府有些安排 不能理解 到有些迷惘 其實最容易就打個電話 傳媒的朋友 記協可可以隨時打個電話 給我辦公室 亦都可以給新聞處處長 那我就會說回剛才那番的話 就不需要大家就有一定的誤會了 好了 今天說回這三件事 第一個就是剛才說了 沙田至中環線項目 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輪近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 以下就簡稱這份報告是中期報告 大家都知道了 沙田至中環線 即我們簡稱的沙中線項目 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輪近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 是在今年2月25日向我提交這個報告的 律政司在仔細研究了中期報告的內容之後 就認為應該將部分的內容遮蓋 避免對於相關的刑事調查以及日後有可能需要提出的刑事檢控 產生任何實質或者觀感上的不恰當影響 過去這個月我就親自不斷地和律政司 包括律政司長本人去談這些的遮蓋 是不是一定要全部遮蓋呢 因為我都很重視市民和傳媒的知情權 希望能夠透露越多越好 不過遮蓋也只是遮蓋 到我們處理了日後有刑事檢控或者調查之後 也都會將這些遮蓋抹走 讓大家看到全份的報告 但是經過了過去接近一個月的討論 我都認為這是謹慎的做法 所以我接受了律政司的意見 今日政府向行政會議簡介的中期報告的內容 而且是即時公佈的報告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遮蓋的部分 大家稍後可以在香港政府的一站通網站 以及調查委員會的網站 就可以查閱整份部分被遮蓋的報告 我在這裏再次感謝調查委員會主席 兼委員 中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夏正文先生 和委員Peter Hansford教授的努力 在不足八個月裏便 就調查委員會原來的職權範圍 以及調查範圍 就作出了這個調查 又讚寫了這份中期的報告 正如夏正文主席在報告中指出 而他在見面的時候 也是跟我這樣強調的 他說委員會現階段 只能夠提交一個中期的報告 是因為在調查期間發生了兩件重大的事件 第一件就是有數項相關的調查 仍然在進行著 其中就包括港鐵公司提出 政府同意進行的全面評估策略建議 涉及鑿開某一些工程部分 而這個策略有三階段來進行的 這個三階段的評估到現在都尚未完成 在中期報告裏面 他得息是應該在四月可以完成 稍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可以補充 這方面的評估最新的進展是怎樣 第二個在調查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 就去到委員會聆訊的最後一日 同一份的工程合約 即是說紅磡站這個合約1112號 所涵蓋的另外三處地點 也就是說北面連接的隧道 南面的連接隧道 以及列車的停放處 又出現了記錄缺失 引起了對工程質量疑惑這個問題 我應是即時匯同行政會議 決定擴大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並且將原本提交報告的時限 延遲到去今年的8月30日 考慮到這兩個重大的事件 夏靖文先生認為目前要發表總結的報告 是實屬過早 但調查委員會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都提交一個中期的報告 考慮是這樣的 報告都有寫 調查委員會是明白到公眾有廣泛的關注 所以決定透過這本中期報告 展述調查委員會現階段的看法 希望能夠大大減少公眾 對於紅磡站擴建部分 連續長和月台層板建造工程的事宜 特別是工程安全這個疑慮 按著委員會原先的職權範圍 委員會就著中期報告提出的裁決 即它的結論有兩點 第一 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長和月台層板建造工程 在要項上 並沒有按照工程合約編號1112的規定 來執行 第二個裁決就是儘管如此 即是說沒有跟隨這些規定執行 儘管如此 委員會認為相關工程是達到安全水平 這個裁決大家可以看回報告的第九章 而第九章內容是完全沒有遮蓋的 報告的第九章就詳細交代了委員會 對於結構安全裁決的考慮因素 委員會也認為紅磡站擴建部分連續長和月台層板 是無需重建或進行加固的工程 按著委員會的看法 就應該可以大大減少了公眾對於工程是否安全的疑慮 委員會上述的裁決當然緩解了我們過去多個月 對於工程結構是否安全的擔憂 但正如委員會指出 整件事情仍然在進行當中 仍然有一些未完成的調查 加上廣泛的社會關注 我們認為是要加倍謹慎 因此我接受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他的專業同事 包括由三位退休的資深同事組成的專家顧問團的意見 就應該給港鐵公司建議的三階段全面評估策略繼續進行 並盡快完成 稍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也會交代最新檢測的情況 至於委員會在中期報告提出有關改善港鐵公司和政府的工程管理制度 及促進公眾安全和保證工程質量的建議措施 例如報告中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特區政府一定會認真考慮嚴肅跟進 務求挽回市民對於鐵路工程的信心 等到政府可以繼續擴展本港的鐵路網絡 為市民提供出行的方便 就如今日和大家交代的第二個議題 就是三隧分流隧道費調整的方案 今早的行政會議是獲釋 早前也是支持我們針對過海交通濟塞 困擾了港大市民很多年 經過了多番的討論 而事實上今屆政府在上任初期 就有決心去解決過海隧道交通濟塞的問題 自從我去年十月在施政報告中宣布 三條過海隧道的隧道費調整方案以來 社會大致是認同三隧分流的方向 而方案亦都得到不少持份者的支持 例如一些學者和運輸界的代表 建議方案是具科學基礎和經過大量的數據分析 預期是可以有效地舒緩過海的交通濟塞 為不同的持份者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廣大市民 帶來實質的效益 中環和灣仔繞道在上個月全面通車之後 西隧在中環附近的連接路交通情況 整體更為猖順 這樣便為利用西隧的剩餘用車輛作分流之用 締造了有利的條件 因此政府認為現在理應是推行三隧分流方案的最佳時機 要解決過海交通濟塞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正如我之前說過是沒有毛痛的方案 我們自然也聽到對於方案的反對聲音 以及改動方案的建議 尤其是認為紅隧和東隧的隧道費加幅應該下調 然而正如運輸的房屋局和運輸處同事一直強調 這些建議是對交通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並不切實可行 換句話說如果是將東隧紅隧的隧道費 由我們建議的40元減回下來 事實上是起不到這個分流的作用 我得識到政府這個看法 亦都得到長期研究香港交通情況的專家學者支持 為了表明政府增加紅隧和東隧的收費 純粹是運輸佈局的需要 而不是為了增加庫房的收入 政府本月初亦都建議 將這個方案之下 由於使用紅隧和東隧的私家車的士 和電單車所收的額外隧道費的金額 我們將這個金額設立一個智慧交通基金 來配合發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 和善用科技舒緩交通制室的政策目標 換句話說那9億多的額外收入 是不會放在庫房 是會專款專用來改善香港的交通 但是事實擺在眼前 大家都應該看到 到今天這一刻 我們都未能夠就方案 在立法會取得足夠的支持 所以政府唯有 擱置隧道費調整的方案 運防局稍後會撤回原定 明天在立法會討論的 政府無約束力的議案 以免浪費議會的寶貴時間 我尊重議員因為不同的理由 未能夠支持政府的方案 但是是覺得十分可惜 政府會繼續積極採取措施舒緩交通的濟塞 稍後運防局局長會講解我們的工作方向 第三個議題是有關於移交逃犯 行政會議今早討論了政府關於逃犯條例 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所提出的修訂 並且通過了將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在4月3日提交立法會審議 大家都知道這次修例是有兩個主要的目的 第一是處理一宗發生在台灣的殺人案 第二是同時填補現時制度上的缺陷 使香港可以與所有未和香港簽有長期協定的地方 進行有效的合作 避免香港成為罪犯的藏身之所 亦使罪犯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和保安局局長都很感謝社會各界在諮詢期間給了我們大量的意見 這些意見對於我們烤定條例草案的最終建議十分有用 稍後保安局局長會為大家講解條例草案的內容 我在此再次強調政府今次修例 建議完善個案適宜交的機制是參考了很多司法管轄區 例如英國加拿大等的運作很多年的做法 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為了加強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合作 打擊潛逃的罪犯 以及補充單是依靠長期安排的不足 而特區政府在此時啟動完善現有制度的工作 保安局局長和他的同事 包括律政司的同事 承受了大量的工作壓力 為何還要做呢 為何在此時做呢 是受我們的同理心和憐憫心的驅使 我們充分明白 台灣殺人案件對於受害人的父母造成的悲痛 以及很多類似嚴重案件對於受害人和他的家人 以至整個社會和治安的影響 今次改例是基於特區政府 希望完善刑事司法協助制度和打擊犯罪的決心 我希望市民會支持特區政府的建議 以下我先請運輸局房屋局局長發言補充第一、第二的議題 稍後請保安局局長解釋今次修例的內容 多謝行政長官 各位傳媒朋友 就住沙中線調查委員會提交的終期報告 和撤回三稅分流方案的決定的後續工作 我會依次序向大家做一個回報的 首先 我必須感謝調查委員會在過去多個月來的努力 自從在去年的五月圍繞著紅磡站抗建工程的國控問題曝光以來 社會大眾一直是高度關注紅磡站抗建工程的質素 以及已經完成工程的結構安全 正如行政長官剛才所說 政府是期望港鐵公司繼續全力配合 著力完成紅磡站抗建部分的全面評估策略 證明有關的工程 第一是既符合法例和合約的要求 提供足夠的安全程度 第二 亦能夠在構築物預計使用的年期之內 持續達至理想的表現 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 清楚指出 紅磡站抗建部分的連續場 和月台層板建造工程達到安全水平 由於港鐵公司一直未能提交紅磡站抗建部分 在施工期間所依據的圖則和建造紀錄 再加上各種施工質量問題 為策安全 港鐵公司有責任完成三階段的全面評估策略 並將有關的報告 在調查委員會完成他的工作前提交調查委員會 目前第二階段的開作檢測工作 是仍在進行的 政府在3月14日接納港鐵公司建議的改良的 震烈式超聲波檢測方法 以檢測鋼筋扭入螺絲帽的長度 我們會繼續督促港鐵公司 盡快完成第二階段的檢測工作 以及第三階段根據檢測結果而進行的結構分析 以檢視客觀數據和計算結果 政府部門在過程中會嚴格把關 同時為了令公眾更加安心 調查委員會建議車站在通車之後 在連續長和月台層板裝設這個儀器 以偵測車站運作時候的移動的幅度 然而委員會也留意到 根據獨立結構工程專家的預測 車站結構即使有任何移動的幅度 也都只會是極為輕微的 政府對此是表示認同 其實政府在去年審視港鐵公司的 全面評估策略建議的時候 已經要求港鐵公司 須於第三階段根據檢測結果 制定一套長期結構監察計劃 以確保公眾安全 另一方面 調查委員會也都在中期報告裏面 對港鐵公司和政府的管理制度作出檢討 以及建議促進公眾安全和保證工程質量的措施 我們會仔細研究調查委員會 就政府的監管機制的意見和建議 全力作出跟進和改善 調查委員會建議 在中期報告發表當日起計 第十二個月後 進行獨立於政府以外的跟進審計 以便向行政長官匯報 確保中期報告所建議的措施 已經是妥為實施 或者是有關籌備工作的進度是理想的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二月十九日 是決定擴大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至到包括北邊連接隧道、南邊連接隧道 以及紅磡列車停放處工程近期發現的施工紀錄不存的違規情況 我們會繼續配合調查委員會下一步的工作 期望盡快全面掌握沙中線項目 紅磡站擴建部分的實際情況是積極跟進的 從今次的事件 我們會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努力作出改善 以及重建市民對鐵路工程的信心 特別是我們將要考慮推展下一階段的鐵路發展項目 以及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完善、可靠的鐵路服務 接下來我會就著三稅分流方案撤回的原因 以及後續工作向大家做一個回報 應對道路交通擠塞日益惡化 政府一直以來都是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 包括改善交通基建、擴展和改善公共交通服務 以及管理道路的使用 當前黑不容緩的是處理國海交通擠塞的情況 而實施三稅分流方案 正正就是整個政府整體交通管理佈局的重要一個環節 自從提出方案之後 我和同事一直都是透過不同的渠道 向市民介紹方案的內容和效益 在過去數個月 政府團隊和各個政黨前後 共舉行超過三十多場的會議 向議員解說和尋求支持 三稅分流方案得到學者、專業團體、環保組織 專業公司、專業公司和的士業界的支持 儘管社會認同三稅分流方向 但是部分社會人士以及部分立法會議員 對方案是異見紛紜的 我們已經多次強調 研究數據顯示 政府的建議是最佳的方案 而其他的建議 尤其是東稅、洪稅、減費 只會令東稅的擠塞惡化 甚至令西稅的車龍阻塞在非各海的交通 因此建議並不可行 為了爭取公眾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我們進一步建議了三項措施 第一是在方案實施之後 繼續監察 並且公開三條各海隧道的車流量 以展示成效 第二是根據方案期內 來自使用洪稅和東稅的私家車 的士和電單車的額外隧道費收入 設立智慧交通基金 推動以車輛有關的創新科技研究和應用 提升駕駛者出行的便利程度和效率 以及改善駕駛安全 第三是通盤檢討所有政府收費隧道和道路的收費水平 承諾在西稅專營權屆滿前 是完成有關的檢討和諮詢 並草意法例修訂 是供立法會審議的 大家都知道 中環及灣仔繞道已經是今年的2月24日全面通車 大大舒緩了連接西稅 港島出入口道路的擠塞情況 舉個例子 在中環及灣仔繞道全面通車之後 告示打到早上至旁晚繁忙時段的車流量 分別下降了16個百分點和19個百分點 此外 運輸署和路政署亦都在今年3月中 進一步優化、乾落度西、東行高駕路上的行車安排 從而一刻更有效地疏度來自西稅的車流 令交通更為暢通 為了利用西稅正如融車量 是替造有利的條件的 政府團隊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可惜 型微能在立法會取得足夠的支持 因此政府決定是各自方案 在明天的立法會會議 政府是不會動議相關的議案 對於一直支持方案的議員、團體和所有人士 我在此向他們致意衷心的感謝 至於為了專營巴士繳付隧道費的安排 雖然原先是屬於和西稅專營公司整體協議的一部分 但是為了港大市民乘坐專營巴士的福祉 我們會繼續探討相關的安排 但是由於需要和西稅專營公司重新商討 我們不會低估商討過程所需要的時間 以及當中所涉及的實質困難 而就著大嵐隧道 我們亦會與相關的專營公司繼續探討 可否為使用大嵐隧道的專營巴士 作出類似的安排 讓乘搭專營巴士的市民的車費負擔 可以長遠得以支援 我們現在亦積極籌劃多項的主要措施 包括中環及其輪近地區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 就此運輸署會率先在這個星期後期 諮詢中西區區議會核下的相關委員會 此外透過配置車內感應器 駕駛者在2021年年底 將溫路藍田隧道通車的時候 可以透過不停車繳費系統繳付隧道費 而有關系統亦會分階段推展至其他政府收費隧道和道路 至於推廣智慧交通的構思 我們亦會在智慧城市藍圖的層面繼續推進 今年年中 運輸署將會展開擠塞徵費研究 然後諮詢公眾及持份者 政府將在完成有關工作後 是草野法例修訂 落實涵蓋所有政府收費隧道和道路的新收費水平建議 以效率優先為原則 讓載壓效率高和支持經濟活動的車輛類別 享有較優惠的收費 並且引入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的安排 以交通管理考益作為離定隧道費的主要考慮 雖然未能推行三稅分流方案 現屆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處理交通濟濕問題 我們有決心、有系統、有部署 我們會逐步利用科技加強交通管理 讓有限的路面空間發揮最大的效益 作為智慧出行的一部分 令香港成為更宜居的城市 多謝各位 接著我將時間交給李卡超局長 多謝陳局長 自從2月15日 我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匯報保安局的建議 修訂逃犯條例 以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之後 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 特別是在逃犯條例的修訂方面 我首先重申 修訂建議是為了處理台灣殺人案 同時是填補制度上的漏洞 設立一個有效可行的方法 讓香港可以和未簽訂長期協定的 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 用同一標準 以單一個案的方法 處理移交逃犯的請求 畢竟我們只是和20個國家 簽訂了長期協定 保安局之後收到不同的意見 包括三千份支持的 一千四百份反對的 也有小部分提出其他方案的 在過去幾星期 我和律政司的同事 仍要和不同界別的人士 介紹和解釋條文 以及序慮的內容 例如 有些是擔心會涉及政治目的 有些是因為不熟悉香港以外地方的法律 不了解雙重犯罪的原則 不熟悉運行的細節 和序慮的涵蓋範圍等等 考慮所有因素和意見之後 我們在草案裏面 會將長期協定和單一個案 移交安排明確分開 長期協定的一切法律和制度 完全保留不變 而單一個案的移交安排 只納入三十七項序內 我們亦會提高門檻 只處理可以判監超過三年以上 在香港而言 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 我們相信 單一個案移交安排 但是運作了一段時期之後 公眾會明白 有關的法律和制度 是如何被應用的 未被納入單一個案移交安排的九項序類系 《逃犯條例》裏面的罪類十 即是和破產有關的罪行 罪類十一 和公司有關的法律罪行 罪類十二 和證券及期貨交易有關的罪行 罪類十四 和知識產權、版權、專利權和商標有關的罪行 罪類二十一 和環境污染和公眾衛生有關的罪行 罪類二十七 和控制貨物的進出口或資金移轉的罪行 罪類三十五 和非法使用電腦有關的罪行 罪類三十六 和財政事宜貨稅或關稅有關的罪行 罪類四十 和虛假商品說明有關的罪行 決定不納入這些罪行 保安局的考慮包括 香港現時已經簽訂的二十份長期協定 由於是要雙方同意 不是每一份都納入全部四十六項罪類的 例如和芬蘭的協定是涵蓋二十一個罪行項目 加拿大是二十七 荷蘭是三十 澳洲是三十一 德國是四十六 另外很多意見都源於不太了解雙重犯罪原則的實際應用 以及因為不熟悉移交安排的細節 法律程序和保障條文會如何應用等等 我們相信這些不熟悉 又或者不了解的問題 會在單一個案移交安排 實際運作了一段時期之後 因為認識而得以消除 在收到單一個案移交請求的時候 特基政府有全權去決定處理或者不處理 而所用的人權和法律保障 將會和長期協定的一樣 例如禁止政治目的的移交 必須符合兩地雙重犯罪原則 死刑不移交 一罪不能兩審 不可移交去第三地方等等 在單一個案移交的安排 容許行政長官簽署證明書 去啟動程序 做法是仿效英國、加拿大 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 我再強調 簽訂長期協定 是主體和主要的移交逃犯安排 單一個案移交 只是填補在未有長期協定的真空期 補充措施 草案將會說明 個案形式的移交 只在沒有適用的長期協定的時候 才可以使用 我強調 單一個案移交 完全不影響現在已簽訂的長期協定 也完全不會影響未來將會簽訂的長期協定 現行長期協定的相關法律和制度 完全保持不變 由於我們要盡快處理台灣殺人案 保安局決定在4月3日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以其盡快去展開立法會的討論和審議工作 我們已經收到台方協助和疑送疑空的要求 亦已經與台方溝通 我們會本住互相尊重的原則 以務實的態度 指談個案的本身 人權保障和程序進行商討 希望可以在草案獲得通過之後 立即展開疑送疑犯的安排 多謝各位 好 現在開始提問的環節 請提問的記者先舉手 喊了你之後請你先介紹自己的傳媒機構 黑色封衣的位男士 是 商臺陳如廢 想問一下 有關逃犯條例那裡 見到現在政府的做法 或是剔除九項有關商業的罪行 有些意見都會認為 今次如果這個做法的話 就會覺得是向商界傾斜 還有就會覺得 為什麼商界好像會有特權那樣 這個做法 又符不符合社會公義的原則呢 還有見到這個修例 其實為什麼政府 就不考慮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例如修訂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 兩者當中有沒有什麼利弊可以比較呢 還有想問回陳凡局長 有關沙中線的中期報告 就是見到他們的裁決 那個結論都是說 覺得這個結構安全是安全的 其實政府現在是不是都 可以說鐵定都是不會重建 或者加固這個紅磡站的呢 還有見到現在那個結論 都說是沒有安全問題的話 這次事件當中的社會成本 或者經濟成本 是不是都很難再向成建商 或者港鐵去追逃呢 麻煩你 第一個問題請李家超局長回應 不過我坐在旁邊 聽他數完給大家聽 那九項現在剔除的罪類 你都難以說全部都是商業行為 有很多都是個人行為 都會涉及這些罪行 不過請李局長詳細再回應一下 多謝行政長官 我或者將我剛才說 剔除的一些罪行的考慮 告訴大家 我們聽了所有的意見 包括個人或者不同界別的意見 也都有考慮到以前 在立法會曾經表達的意見 例如我們想說 第十個罪類有關於破產 這個既是涉及商業行為 亦都有個人破產的罪行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剔除的罪行 除了涉及某些商業行為 亦都有個人的罪行 例如證券及期貨交易 這些除了一些公司的行為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證券及期貨交易 亦都可以涉及個人罪行 例如環境污染 以及公眾衛生 亦都可以因為個人的行為 而到是侵犯一些罪行的 二十七項的資金轉移 亦都是每個人都可能涉及在一些資金方面 要轉移到其他地方 第三十五項的涉及電腦罪行 更加絕大部分是個人罪行 我考慮過在立法會 在不同的情況 對於特別是我們的刑事條例 第一百六十一條 不誠實取用電腦 是有相當大的意見的 包括它的適用範圍 以及包括它的法律定義等等 而且我亦都知道 在法院亦都處理著 這一條條例 一些法律問題 所以我考慮到不同的因素 亦都決定將第三十五個罪行 涉嫌非法使用電腦的罪行 都剔除 另外三十六 涉及一些課稅的問題 這些除了涉及商業行為 個人亦都有因為課稅的問題 是會涉及一些罪行的 綜合來說 第一 我去考慮剔除哪些罪行 亦都與律政司的同事 充分交換了意見 我多次強調 在我選擇哪些罪類 去處理還是不處理 我們必須要謹慎 而現在我們所選擇的 亦都參考過我們以前 在同二十個國家裏面 所簽訂的一些長期協定裏面 所涉及的罪類 所以是綜合所有考慮 我們現在有這樣的建議 再者亦都有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先處理一些相對性較嚴重的罪類 其實四十六個罪類 我們是沿用了這麼多年 亦都參與了聯合國的一些範本 聯合國範本提及一年或兩年以上的罪類 我們今次是聽到大家的意見 明白到在這方面 大家的看法都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把門檻提高 要在香港可以判處三年以上的罪行 才考慮 亦都考慮了不同的意見 包括有些是立法會議員的 有些是個人的 有些是不同界別的意見的 謝謝 剛才這位傳聞朋友 問主要是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結構安全 第二就是責任問題 就著結構安全的理解 大家可以參考中期報告裏面第九章 其實是一個非常詳細的論述 亦都是就著它的裁決 有關的理據寫得非常清楚 而且在這個中期報告裏面的第二章 第四十段亦都說得很清楚 是關於結構安全的基本問題而言 委員會是採取一個較高的舉證標準 他亦都在文本裏面 是尾三行說得很清楚的 他說委員會須考慮所有相關證據 在信納和肯定情況屬實時 再據此裁定結構是否安全 因爲這個是調查委員會的裁決 我就不適宜代他作出一個詮釋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回第二章第四十段 以及第九章相關的那個論述 應該是可以很清楚知道 那個裁決的原因 那主於那個責任問題 那在文件裏面 那個報告裏面 亦都說得很清楚的 就是這個調查委員會 是不就民事或刑事法律責任作出裁定 刑事的責任當然是 執法單位去調查 作出一個判斷 而民事那方面 我們都需要有待 這個是調查委員會 完成所有的工作 作出最終報告 而我們都要根據有關的事實 作出一個判斷的時候 再尋求一個法律的意見 去就著我們覺得是有問題的地方 去有關的機構 包括港鐵公司 以至這個承犯商 是保留追究的權利的 我補充一兩句 然後請李家超局長 回應關於大律師工會的建議 大家都聽我說過 我對於香港的工程的要求 不只是工程的結構是否安全 當然安全是重要的一環 但是不只是要求工程的結構安全 亦都有工程的質量 亦都有工程的誠信和完整性 亦都有工程是否符合香港的法律法規 和合約的要求 所以英文來說 就是Safety Quality Integrity 和Compliance 缺一不可 否則就會影響到香港工程水平的名聲 我們今天還說 這個專業的服務 我們引以為傲 我們還要出口專業服務 還要做一帶一路的工程 諸如此類 所以我們對於工程的要求 遠遠超過只是它做出來是否安全可以用 所以一定是會全面追究的 不會說結論是安全 就當沒有發生過 盡管去做的時候 用了另一種方法 來做並不能夠滿足我剛才說的工程的完整性 誠信和合約的要求 尤其是政府作為一個委託機構 Sponsoring Body 對於接受我們委託做工程的工程的質量 誠信和要求出了問題 我們一定會全面追究 請請李局長 多謝行政長官 有關大律師公會 又或者其他一些意見 是要求考慮 將謀殺罪 擺在刑事司法管轄條例裡面 令到我們可以將 在謀殺罪的刑事司法管轄權 有域外的管轄能力 這裡是涉及兩個問題 第一 如果我們只是擺兇殺案 在刑事司法管轄條例裡面 令到我們有域外管轄權的話 我們剛才所說 我們四十六個罪類 其他的罪類都處理不到 我在開宗明義的時候都說 我們除了處理台灣殺人案 還是同時去處理我們制度上的漏洞 即是說 只可以處理謀殺案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在我們的刑事司法管轄條例裡面 是說明沒有追溯期的 即是說 縱然我們放進刑事司法管轄條例裡面 處理不到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台灣殺人案 因為它是沒有追溯期的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提出的方案 是最適當的 多謝各位 下一條問題 這位女記者 香港電台陳曉玲 想請問回林太 這條問題問林太 林太 其實台灣陸委會那邊 昨天都已經接受了傳媒訪問 很清楚說 不會被香港規劃去接受 一個中國原則之下的一個 移交逃犯條例 為什麼仍然要繼續用台灣這件事來做一個引指去修訂這個條例呢 以及其實商界 就算你剔除了九項 商界那邊都未說完全滿意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仍然一意孤行要修改呢 是不是因為這個是 二十三條的一個替補方案 所以必須要走 而林太 你一直都沒有回答到 究竟是否中央已經給了一個時間表 一定要在今屆 就完成立法 如果不完成的話 是不是就是用這條方案就算數呢 剛才你提到同理心和憐憫 但是會不會有一點點覺得 如果是要做這個政治的目的去做這個修例的話 好像對這個家屬不是很負責 還有 如果你問了四個問題 想問一下 其實何志平今天是判了案 你今早都沒有回答 其實何志平和你共事過 你當初都沒有和他寫過求情信 之前麥齊光你都沒有寫 會不會擔心被人覺得 你好像對一些共事過的人 除了Donald之外 好像有點涼薄 另外陳范局長 我想差不多了 我想先行影 陳范局長 你有沒有覺得報告上面 沒有你的名字 就等於你不需要負責任呢 我回答一些有關今天討論的問題 第一 你說是用台灣作為引子 這是你的假設 事實上就著台灣殺人案發生之後 我們是先後三次 三次收過台灣的政府當局 要求我們協助 所以這個並不是我生安白做出來 要拿這件個案去做這件工作 這個也不是今天回答你這個問題 講的資料 是講過的 不過可能有人選擇性 就不記得這些資料 我們講過很多次 是台灣當局要求我們提供協助 但是一直以來 我們是沒有這個法律的基礎 沒有這個機制去提供協助 所以就是花了一些時間去研究 大家看今天擺在面前的 好像是幾份文件 但是做了大量的研究 所以可以告訴你 國際的經驗是怎樣 哪個國家有這種案子 安排是怎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樣 第二樣呢 商界甚至任何的界別 是難以就著政府的某一個建議 全面滿意的 是吧 除非你們建議 我要做些事情 量商界全面滿意 是吧 在事實上不會有 任何的界別 對於政府的工作 都很難全面去滿意 事實上管治的困難 就在大家不同意見的情況之下 達至一個廣泛的共識 讓香港而處理 我們擺在面前的問題 土地供應是這樣 樓房的價格高升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要大家求同存異 找到最大的公約數 讓我們可以解決面前的問題 二十三條的立場 我說得很清楚 就是 我不可以將我和中央 因為我回答你這條問題 你就會跟著問很多中央跟我說什麼 這件事是違反了 對不起 請你不要打斷 認真點 雖然你是香港電台 是同事 不過都要認真點問我 認真點答 二十三條的立場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如果要看的話 看回2018年的施政報告 而這次的工作 我想相信在兩會期間 大家有去跑北京必 都聽過 他們出席兩會人士 都聽過 這次是特區政府主導去做這件事 因為有台灣的個案 也因為我剛才解釋了 我們的機制事實是不完善 有很多漏洞 所以我們就本住一向的 事不避難的精神去做 但中央是支持我們去解決 我們認為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什麼後備方案 更加不是為了什麼工作 來鋪路 陳范局長 謝謝 就著這個中期的調查報告裡面 其實在第176段找到我的名字 無論它裡面寫什麼 但是作為運防局局長 我都在立法會說了 不論是政府以至港鐵 在哪裡做得不好的 我們就在哪裡開始做好它 我想我作為運防局長 那個責任是逃不了的 而我也樂意去堅負這個責任 去就著調查報告裡面所說的意見 以至批評 我們都會認真跟進 多謝 李局長想補充 關於我們今次修訂逃犯條例 剛才我強調了是有兩個目的 除了處理台灣殺人案 同時是處理一個我們制度上的漏洞 舉例來說 我們跟日本是沒有簽長期協定的 如果有一個旅行團 有一個男團友 他喝醉了酒 去了另一個女團友的房間 而性侵犯了他 之後他回來 我是沒有法律基礎去做 去處理這個案件 又或者他偷了某一個人 很多財物 回來香港 我是處理不到他的盜竊罪 當然我可以處理他肢節的 例如 處理莊物罪 但是我們所說的是一些嚴重罪行 如果一些嚴重罪行的 罪行事實 只是在一個 我跟他沒有長期協定的司法管理區 的地方發生 而完成了他的罪行事實 而剛才我所說的 四十六個罪例裡面 是很多 大家 在一個國際的協定裡面 都認為 是應該去大家合力打擊的 有組織性罪行 所以我們 必須要明白 我們這次 由台灣殺人案 很明確地證明給我看 也證明給社會看 嚴重的罪行 包括殺人 甚至其他 嚴重罪行 等等的罪行 是會發生 在一個 我們沒有長期協定的司法管理區裡面的 我們是怎樣處理呢 是在三個月後發生 六個月後發生 九個月發生的時候 你再問我一次 為什麼我們處理不了呢 我們是會重複這個漏洞 和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很深信 這次我們是要認真去處理這個 在制度上的漏洞 下一條問題 前面這位 經濟日報記者彭卓衛 想問一下 逃犯條例那裡 政府現在決定剔除了那九個罪類 是否代表之後不會再處理這九項呢 還是會有計劃 在處理台灣這件案件之後 會有第二階段的修例 處理剩下這九項 大部分有關商業的罪行呢 另外就想問一下三稅分流 政府可不可以說清楚 是否代表 在二零二三年收回西稅的專刑權之前 就不會再交這個分流方案上立法會 還有就是政府兩次交這個三稅分流方案上立法會 其實都是數不夠票 而決定撤回 你認為在這件事上面 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呢 謝謝 我先回答三稅分流的問題 因為我回答這個問題比較有權威性 可能陳范局長說他都不介意再拿一次 在二零二三年篩稅的擁有權回歸政府之前 我們不會再處理這個問題 不會再處理透過隧道費的增或者減 去達至三稅分流這個問題 但當然陳范局長已經列舉了一系列 去解決或者去處理某一些地點的交通的擠塞的問題 甚至更快地過渡到一個智慧出行的情況 這是我給運防局局長的任務 就是盡快做這個智慧城市的工作 至於這個所謂兩次撤回 哪個負責任呢 容許我解釋一下 他兩次的性質並不相同 第一次撤回當時我身在海外 我在瑞士出席著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 但我就留意到我們開通中環灣仔繞道 之後由於我們還未開通臨時街那一節的路 就在交通上出現了一些問題 擔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議會的討論不是全面掌握 中環灣仔繞道帶來了西瑞的剩餘容量 可以分擔一些那個效果 那就是說捉錯用神 因為你是基於一個短暫 他未真是全面開通 帶來那個交通的流量的順暢 而作出的判斷 所以是那個原因呢 是我要求運防局局長呢 就先收回 然後再等我們中環灣仔繞道 在第二期都開了 再改善一些道路交通的標誌 等到市民或者駕駛者 是清楚感受到中環灣仔繞道開了之後 其實是順暢了 於是是更加可以 或者你說分多些的車去篩碎 而不會造成篩碎都很濕濕的那個現象 那就是說是一個撤回 是一個比較希望有一個好一點 理性一點的環境來討論 而明天的無約束力的動議 我們撤回呢 是很現實的 就是不夠票 因為昨天我留意到各個政黨都出來表態了 都說我都不可以支持了 那我們是很實在數到是不夠票 而且不是差一票兩票 而且明天不是一個決定性的投票 明天是一個無約束力的 如果我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 又叫這個避脊叫這個走開 這樣才過了也沒有意思 因為接著還有兩關要過 一關就是要增加紅稅東稅收費 是要有一個附屬法例的修訂 一個就是要補償給西稅 要一個財委會的撥款申請 所以在這麼沒有立法會的過半數的支持之下 去到下兩關 就算明天很不知用什麼方法可以過到 跟著那兩關都會非常之困難 所以與其不斷地內耗議會的時間 但內耗我們同事的精力 我就決定了明天也是撤回 回答回大家的問題 撤回了之後 一直到2023年之前 我們都不會再去研究 商討或者落實這個方案了 俗語說就是跌了深水 就等西稅回來 我們在西稅回來之前 就是那個勇有權回來之前 希望做完那些智慧出行 或者是按著擠勇來去訂收費 那些的研究 就給予一個更加好的公共交通局面 給予香港社會 但是我只是說是十分可惜 因為我們仍然深信 如果我們那套方案可以立實 在2020年1月開始 是應該可以見到一些改善的情況 而對於每天數萬部 在用西稅的車 亦都可以即時享有到 那個隧道費的減散 但是這些好處 都是隨著我們撤回這個方案 就會煙燒雲散 請問李家超部長 多謝行政長官 現在的逃犯是一個司法管理區 和另一個司法管理區 很嚴肅、很認真的的一個安排 所以在決定大家處理 現在的逃犯與否 每一個司法管理區 每一個司法管理區 它的內部 必須嚴格 自己會把關 特區政府也會在這裡把關 法院也會把關 我們決定採納這三十七個序類 其實我們是因為分析了全面的意見 亦都覺得我們是有足夠的罪行 去處理我們認為 應該處理相對較嚴重 因為有意見的確是 希望我們處理相對較嚴重的 給大家參考 就是在我們二十個 簽了長期協定的國家的一些協定裏面 是少於三十個罪行的 是有四個國家的協定 三十多個罪行的協定 是有七個國家的協定 而超過四十個罪行的 亦都有七個國家的協定 現在我們處理三十七個罪類 是比我們其他處理二十至三十多個 其實都是我們覺得 是拿了最適當的平衡 既可以令到大家更加認識制度 讓那個個案而交的制度 運作了一段時期 很多因為不明白 甚麼叫做兩地雙重犯罪的原則 以及特區政府怎樣罷關 以及法院怎樣去做他們的公開聆訊等等 我相信大家對於他更明白 會對於整體的制度更熟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是希望在這個制度運作了一段時期 真正有個案在社會通過了法庭的公開聆訊 以及我相信一定是經過傳媒廣泛報導 令到透明度很高之下 大家都會看到一些個案而交 是在香港怎樣執行 去到另一個司法官 又怎樣執行之後 大家會更加認識這個制度 當然 如果運作了一段時期之後 大家還有一些希望拿出來討論的事情 我是抱開防態度 多謝各位 前排灰色衣服的藍記者 Hi Mr. Lam và Mr. Li This is Alvin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r. Li has just mentioned an example a sexual offender is committing a crime in Japan and fled back to Hong Kong I wish to ask Mr. Lee exactly the opposite if a mainland offender has committed similar crimes in Hong Kong and fled back to mainland As I understand, because the mainland law as well as the same as the Taiwanese law correlation prevents extraditing their own nationals This could not be solved under a current proposal Or even if there's legislative change There is a similar limitation Somebody of the current examples That there's no guarantee of transfer Of a sentenced person, let's say in the mainland Or Taiwan As well as there's no visits by Hong Kong officials Across the border As you mentioned, you were open to changes Are you about to take these ideas on board Or could the government guarantee in dealing with the mainland, Hong Kong will be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China, with mainland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at we should not confuse long-term arrangement with case-by-case arrangement. And what I'm proposing now is a universal standard that will be applicable to all jurisdictions around the world beyond the 20 with which Hong Kong has signed a long-term agreement. So I wish to emphasize that the long-term agreement with the mainland, the negotiation and this discussion still continue. I have said very clearly that it is the principal surrender method for fugitives to be surrendered under a long-term agreement. And the special arrangement on a case-by-case basis is a supplementary or in layman's terms a stop-gap measure so that we can deal with when we think appropriate cases with a jurisdiction with which we have not a long-term agreement.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don't confuse the two things, long-term agreement and case-by-case arrangement. That's the first thing. And in my discussion with my colleagues in the mainl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y do not have to make any amendment of the law to consider a request by, say, Hong Kong for such a case-by-case arrangement with them. But I must emphasize that I'm making this model a model that is to be applicable to all jurisdictions. It is not tailor-made for any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So let me repeat that once again. The third point is the amendment of our two laws is to amend our domestic laws so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which we cannot do now. So I'm trying to get the bill through LegCo so that the restrictions that have been put 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prohibiting us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this Taiwan case is lifted. It is basically to take away the chain that has been put on my feet so that I can decide when there is a case which I think is appropriate to be dealt with, whether I will deal with it or not. But as I have said very clearly, we have the full discretion to consider or not consider any requests made by a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One last point I would like to make is, as I have mentioned, there are two purposes here. One is to deal with the Taiwan murder case. The other is to plug the loophole in our syste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an only try its best to ensure justice is done. I have no reason to suspect that any jurisdiction would not like to see offenders of serious crimes can escape justice. And we have indeed received requests three times from the Taiwan side. I have mentioned that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communication. I sincerely believe with everybody trying hard, we can ensure that justice is done to the Taiwan case so that everybody will be seeing that we are doing a right thing, not just to the deceased family, but to the overall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to fight organized crime. 第二排是黑色的會 你好,明報、畢家民 有幾個關於收中線的問題 第一就是,其實現在 剛才提到也有些重大的事件 例如說,那個塑石屎的測試是未完 而施工的紀錄也未看到 所以現在有一個結論 是說它的結構安全 不用加顧,是不是有些言之上早 稍後你們收到一些測試的結果 或者施工的紀錄的時候 會不會重新檢視這個結論 還是說現在已經是一個一錐鼎音的答案 第二就是,剛才提到會全面追究 其實是會怎樣去追究呢 例如會不會扣減港鐵的管理費 或者其實之前的刑事調查 也有一段時間的進度是怎樣 剛才陳犯局長提到責任是逃不了 其實你覺得事件上 其實是有些什麼責任 以及你會怎樣去負責呢? 麻煩你 第一個問題 如果聽得不清楚,我再說一次 委員會認為雙灣工程達到安全水平 是委員會經過取證 經過有幾位海內外專家的報告 而是得到它的裁決 在報告第九章 是詳細交代 認為紅磡站擴建部分連續長 和月台層板無需重建或進行加固工程 都是委員會認為 不是我們看了委員會說安全 我們就加個主腳說 如果是這樣就什麼都不用做 不是,全部都是委員會的裁決 以及它的認為 但是我一開場白都說 為了確保更加謹慎的做法 因為畢竟這件事是進行中 它也是中期報告 還有中期的報告 還要等到四月左右 港鐵做完三階段的調查之後 讓它看看結果是怎樣 所以我相信委員會也會在未來這幾個月 繼續按照我們交給委員會的資料 來跟它的專家再審視 所以情況是這樣的 至於你說刑事的調查我們不知道 也不適宜由我們去找到 告訴你刑事調查的進度是怎樣 全面的追究當然 現在我們要內部研究 但是總的來處一定要告訴市民 儘管那個紅磡站的擴建部分 的相關工程在結構上安全 儘管是不需要拆掉它 甚至不需要加固 不是等於這件事就沒有了一件事 我們一定會追究 港鐵公司作為承建者 以及港鐵公司相信對於它的承建商 或者承建商對於它的分判商 一層一層都會進行這個追究 審判局長 你的責任 如果大家留意那個調查報告 中期版本都很清楚 整個建造工程都在一段時間之前完成 現在是調查委員會所查證的事件 亦都是一段時間之前所出現的 我剛才說的那個責任問題就是 我們作為一個政治人民官員 負責運防局的操作 任防局核下任何情況出現不理想 需要作出改善的 我都有責任去跟進 亦都是虛心去聽取意見 去作出改善 我想很清楚了 我剛才說了 亦都樂意堅負這個責任 正正就是說 無論在任何時候發生任何事 只要在我們範圍工作裏面 我們都需要有個責任 以及有個承擔去處理有關的事項 謝謝 後排藍色套戶 有線電視的謝卿兒 想問回沙中線的報告 因為看整個報告好像都是側重 其實現在的結構是否安全的問題 但是其實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其實都包括圖織和工程結構本身的偏差是怎樣 其實在關於擅自改圖織這一方面 委員會其實是有沒有調查呢 如果沒有的話是哪一個去調查呢 因為看到報告其實都沒有怎樣觸及到這個範圍 另外就想問回李家超局長 關於逃犯條例那裡 陸委會之前都說了 有機會如果修例之後 可能會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其實既然政府都說了這麼多次 今次修例的觸發點是因為台灣殺人案的話 其實政府會不會都跟台灣再談一下 或者其實會不會擔心如果真的發出旅遊警示的話 都會影響香港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呢 麻煩你 就著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的原職權範圍 即未獲得擴大職權範圍之前 它有三項的職權 第一就是裁定 現在引起公眾關注是否安全的工程 及其他工程是否適合作預定的用途 簡單來說是否安全 我看第九章已經詳細交代 也有一個裁決就是安全的 第二個職權就是裁定有關工程是否按住工程合約編號1112的規定進行 若否原因為何及以否以採取糾正的措施 這個委員會有一個裁決的 剛才我在開場白說兩個裁決 第一個就是它真的沒有 而且不是少少沒有 而是英文是material的 是在一些重要的事項上 是沒有跟著合約要求來做 所以這個也是有裁決 也都有解說的 我請你看回那個報告了 也都是因為在這一點上面 它跟著的第十章 是詳細說了要怎樣改善 因為不希望翌日 亦都是這樣做工程 是可以不按住一些規定來進行 所以是有的 請你或者回去的時候 再有多些時間可以詳細說報告 第三個職權 雖然你沒有問我也說了 就是有需要有時候檢討政府 及港鐵公司相關的監督管理及規管制度 在這個報告裏面的第十章 第十一章就有了 事實上這個是中期報告 但是夏靖雯先生 和Peter Hansford 都已經先給了一些建議 但是我相信去到總結報告的時候 看看另外的三個工程部分 記錄不清 我相信還有建議是怎樣可以改善的 多謝行政長官 我們跟台灣方面去談這件個案的移送程序 我們是會以務實的態度 只是談個案本身的細節 我們不會談過以外的事情 除了是條例裏面的法律和人權保障 而我會相信在商討裏面 我們是指談甲方和粵方 雙方同意以下的一些事項 包括某軍 而他的案情和證據是甚麼 而甲月雙方也同意在以下的甚麼條件 包括死刑是不會判 或者就算是判也不會執行 等等這些個案本身的內容 務實互相尊重地去做 而事實上 台方也真的提出了這個要求 我在媒體上看到 台方已經發出了一個 為期超過三十多年的通緝令 去通緝涉案的移空 所以我們以個案本身務實 去商討移交的過程 如果我們的草案獲得立法會通過 我們就可以很快就達成在這方面 就是大家現在安排的做法 同時我亦都告訴大家 我們已經跟台方溝通了 我們在這方面 是會跟我們其他的一些協定一樣 都是在有了協定之後 才拿去立法的 所以我們是會做準備工作 如果這個草案一被通過 我們就可以在很短期 希望大家很務實地去處理這個個案的 現在實際操作 我們是互相尊重 不談個案以外的事情的 灰色三個一籃 你好,NOW TV 想先問沙仲綫 其實看到現在沒有任何的螺絲帽 其實都是一個安全的狀態 或者深思庫 達到50%螺絲帽是不合標準的 仍然覺得結構是完整的 其實當初為什麼要有螺絲帽的設計呢 轉設計之後其實是一個什麼設計 政府是哪個部門去批准的呢 還有現在看到政府其實是順立了整份報告的 是不是排除了重建或者交局的可能呢 如果結構問題再有一個安全性出現 是不是會收回安全這個結論呢 另外就想問一下三水分流 其實見政府的說法就是可惜 其實可惜是在於政府做了那麼多事情 都仍然得不到市民歡心 還是在於政府聽不到市民的聲音呢 講到可惜其實是不是就是把議案沒有過半數的支持 責任是推了給立法會或者是推了給市民那方面呢 最後就想問一下逃犯條例那邊 其實台灣是幾時提出那三個要求 還有見到剛才李家超局長剛才說 就說有些罪行沒有包括是因為那二十個國家 都不是包括了那四十幾項的罪行 四十幾項的罪行 那想看一下破產其實有十八個國家 都是有簽到這個長期協定 稅務都有十六個國家是包括了在這個長期協定裡面 其實怎樣去決定去剔除哪一個的罪行 第一條問題就是今天調查委員會很獨立地去調查 亦都是很透明度地去取證 亦都找了接近五位的海內外的專家來給意見 而得出這個裁決為安全 亦都是認為既然是安全 不需要作一個拆卸或者重新起或者加固 這是委員會的結論 我們對於獨立調查委員會這種嚴謹的做法 當然是認同 我覺得社會亦都是為何每次香港有大事發生 都希望我們能夠啟動這個法定的調查委員會 就是用這種很公正的方法 來都是半司法的方法來處理 但你的問題就是如果翌日發現不是安全 會不會撤回這種結論 我們不能回答 如果翌日真的有更多的證據 證明它不是安全 當然要做其他事情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所有的工程安全是大前提 任何不安全的工程 不安全的月台 不安全的訊號系統不能使用 因為香港的鐵路每天 是在服務五百萬人士 是我們最重要的公交系統 所以一定是安全 但你今天不可以要求我強行說不安全 調查委員會已經是裁決了安全 但我們都是雙重謹慎的了 所以我繼續被運防局要求港鐵 做了他的三個階段 作開計數的調查 然後再將這個報告交給委員會 看看委員會不會在未來幾個月 再考慮其他新的發展 會不會有另外的看法 至於我剛才在開場白所謂的十分可惜 這不是我們個人或政府 或運防局做了大量的工作 無功而還的那種可惜 而是我們錯失了一個可以為市民解決 困擾了他們很久的塞車問題 而感覺到可惜 我們已經有很多文件列舉了 能夠可以舒緩到三條隧道的擠塞 其實對很多人都帶來很大的利益 對我們的環境也有很大的利益 就是我們的可惜的原因 跟我們自己擺了多少精力是無關的 事實上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做了近四十年的公務生涯 很多時候都是白費功夫的 政改就是明顯的例子 是白費功夫 但也沒有辦法 我們尊重 尊重立法會是一個制衡政府的機關 無論是法例的修訂 財政的撥款 都是要經過立法會 而我想說立法會議員 這個都是代議政制的重要精神 他都是代表民意 如果他們代表的民意 認為在現在的階段 不能夠接受這個三稅分流的方案 那我們就尊重 我希望解釋了你的疑問 至於台灣提出的要求 請理局長回答 台灣在收到發現了這件案件 是三次提出的要求 我們也派過警方去台灣了解案件 相信傳媒朋友都知道這件事 正式的時間 我在這裡沒有 我亦都覺得 有時候在兩地方面 對於某些事情的商討 我是要尊重 我們在兩個地區 去處理某些問題 是否適合所有事情 都去全部披露 導致某些我們希望討論的細節 受到一些影響 我覺得我們要考慮很清楚 但我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我們收到一些這方面的請求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 第一,我們如何處理這個請求 會不會影響到當時在香港 我們已經想用香港的條例 去起訴它涉及台灣發生的謀殺案 這個可能性 以及它已經涉及其他罪行 已經在法庭有法律程序 這個考慮的 所以在我們作出任何回覆 必須要經過律政司的同事 去詳細研究 是不會製造任何影響 我們本身在香港的法律訴訟 以及我們是否有法律 去處理某些要求 如果我們說回時間表 台灣殺人案是在2月發生 傳媒也知道3月警方才拘捕它 然後我們是希望可以處理到 用香港的法律去起訴 涉及所有的罪行 在大約調查了五個月左右 然後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只有足夠的證據 起訴現在涉及的一些罪行 那麼我們又沒有法律去處理 台灣方面有關的要求 那麼我們是用了大約很短六句說的時間左右 看過了外國的做法 然後我們找到一些可行有效的方法 就是我們現在所提出的建議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階段展開了 跟台方有溝通 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希望這件事情 成為我們可以將移空 去面對法律制裁 達到預期的結果 所以我希望大家給予空間 我們儘量爭取和積極去處理這一方面的一個商討 另外呢 剛才問我們考慮去剔除哪些罪行 考慮點是什麼呢 在我們和過去二十個國家去尋求簽訂場協定裡面 有很多考慮點 例如某一個國家 他沒有這個罪行 當然46個罪行 其實現在 46個罪女 其實已經是我們法律的一部分 已經是香港法律 如果某一個司法管轄區 他沒有那個罪行 當然我們便不可以處理 所以在我們簽訂的長期協定裡面 往往不是全部46個罪女 例如 譬如 某一個司法管轄區 或者國家 他沒有協助及教唆自殺罪 這個便不成為我們在協議裡面 其中一個罪 又或者他的法律條文 寫法 跟我們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要相應地 將那個罪行 是在不違反我們的罪類原則 以及定義之內 予以改動的 另外有一些考慮 剛才我都說 涉及電腦罪行 我是考慮到社會對 他不誠實取用段落 是有爭議性 法庭也正在作出裁決 而很多都是涉及個人罪行 而提出在立法會裡面 這個罪行的一些問題 這個也是我其中一個考慮的 又例如 譬如涉及一些稅項 因為在現有的刑事相互協助條例裡面 亦都說明 在我們刑事相互協助條例 不是去幫另外一個國家做平稅 或者追稅 所以我們適當地考慮這些因素 所以是綜合考慮所有的事情 另外一點就是 我們亦都必須留意 有些國家是跟我們做46個罪類的 所以如果我在剔除裡面 令到有些國家真的想做46個罪類 又未做到長期協定的時候 又有一個個案在他們 和我們都覺得是嚴重的 而要處理的 我必須要很謹慎地處理 這46個罪類 哪些是足夠 兼且相對性比較嚴重 而又令到我們可以實際處理到 一些我們覺得是嚴重犯罪 要處理的 這是綜合和平衡整體不同意見 以及所有的考慮而作出的 多謝你們 遠處灰色山大眼鏡 那位女記者 你好 是東方日報記者郭詠欣 我有幾條問題想問 第一就是三歲分立法 其實陳凡局長二月底 跟跨黨派介紹 至為交通基金 新的承諾的時候 跨黨派都表示 其實很難支持 因為核心問題是加價 那為什麼最後局方 依然要闖關去立法會 交一個議案 而最後不讓這個議案 去白紙黑字地做一個投票紀錄呢 是否有一個政治考慮 以及是否真的有叫議員離職 去令他換取一個通過呢 第二,逃犯條例方面 亦想問 政府一直都呼籲 大家要相信法庭 那為什麼在這一刻 好像商界就不需要去相信法庭這樣呢 雖然說沒有界別影響政府 但是 李家超局長最近見完商界 就出來公佈 很難令到別人沒有一個想法 如果真的不是的話 是否陷於商界不宜呢 最後也想問 逃犯條例上面 局長就說到很謹慎 嚴肅地處理 為什麼我們律政司 沒有出現去解釋 關於法律的問題 還有最後就是 今年這三個月 有很多措施都是有讓步 是否這個政府施政和民意有落差 政府不夠貼地 雖然林太今早有說過 立法會不支持 是不是影響政府的管治威信 那幾大程度 這三個月的讓步 是影響公眾對這個政府的信心 麻煩 謝謝 三水分流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提問 我們講智慧交通基金 以致承諾會提供一個最新的數據 去展示三水分流的成效 以致在2023年西瑞回歸政府之前 是完成有關整體的政府隧道以致道路收費 做一個藍本 然後用這個議會去審議 都是展現政府對議會的尊重和誠意的 在過程裏面 我們剛才也說了 在過去幾個月 政府團隊是透過很多的渠道 包括超過三十多次的會議 電話的溝通 以致其他非正式的對話 都是將有關的原則和數據 以致為社會帶來的整體效益 包括剛才行政長官所說的社會效益 環保的效益 以致時間的浪費 這些我們都是跟我們在議會的朋友 其實差別不是很大的 大家都是承認 對整體這個三稅分流方向的方向是支持的 剩下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們反對的原因 去到今天我們是數手指 我們議會裏面 有幾多位是議員 有幾多議員他是支持 有幾多議員朋友他是有另類的意見 他不能夠支持甚至反對的 我們既然知道那個數字的時候 也明白議會的規則的時候 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撤回 是對議會的一種尊重 也是讓議會騰出的時間去處理 其他都是相同重要和急切的事項 我覺得整體在政府處理裡面 的而且確是第一 是真的就著一些對社會整體有益 是將長遠發展 是有一個正面衝擊的事項 我們的而且確是很堅實地去推動 但是去到一個臨界點 我們發覺已經是得知了結果的時候 再所謂硬闖 其實都是浪費青春浪費時間 我覺得我們都跟議會的朋友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尊重他們的看法 但是當然我們同一時間也感到可惜 可惜不是因為這個動議 不能獲得通過 可惜是因為我們香港 在過去由2003年到今天 所初途的時間到今天 仍然是回歸基本部 這個我個人都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兩位 我在過去不同時間 跟不同人的會面 包括有立法會議員 有政黨的代表 有個人 也都有自己界別的代表 也都有法律界的人士 所以我聽的意見 並不是針對某一個界別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在我提出了條例草案之後 我仍然會繼續向不同人士去解釋 其實草案的內容是怎樣的 畢竟我也知道 一般市民是很少接觸逃犯條例 的一些移交細節 所以我是絕對有責任 繼續向不同人士解釋 這個我會跟律政司的同事努力去做 律政司包括律政司司長 和我在這個議題多次開會討論 他是關心的 而也委派了專責的專員 包括坐在我旁邊的 林副國際法律副專員 以及國際法律專員本身 也有跟我多次開會 但是我也必須說 律政司的同事 也不僅是涉及國際法律方面的一些專家 是有不同領域的專家 一起參與我們這次的草案工作 所以在這方面 我是感謝律政司的同事 亦都因為他們的 真的不眠不休 我覺得是在幾個週末裏面 他們所作出在不同法律上的研究 畢竟我們要看世界上 和我們類似的司法管理區的法律 是相當多 而他們做的工作 可以在這麼短的時期找到一個方法 為何我們是有時間壓力呢? 剛才我也解釋過 我必須要處理台灣殺人案 所以我很感謝律政司的同事 以及保安局的同事 很努力地 很短的時間 而做到這麼充分的法律研究工作 拿出一個我個人的深信 是可以解決到 今次兩個同事要處理問題的方案 我們會繼續努力 向大家解釋 包括任何界別的人士 最後一個問題 是一個所謂讓步的問題 等於我在這個記者招待會開場白講 都難以避免傳媒或者社會的部分人士 會認為近月特區政府有些施政 很多時候要修訂 甚至有些要撤回 這是出現一個什麼問題呢? 容許我也多說兩句 因為我們上任快兩週年了 本住我在上任時候的承諾 我們有一個管治的新風格 我們是以一個事不備難的精神 為香港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 為香港解決迫在微節 需要我們關注的事 但是有時候 無可避免又會被某些人士形容 這些是別有用心 甚至如果涉及到有些土地房屋 就是輸送利益 或者涉及內地 就是為中央在做打手 這些說話我都聽慣了 這二十個月 到我們聆聽社會的意見 考慮立法會的議員 作出某些修訂 我們形容是從善如流 但有人認為是管治不將 貴源又貴 我們亦都聽過 但無論如何 這個都不影響我們 有這一份的決心 繼續都是以事不備難的精神 為香港服務 管治是一門藝術 我當了行政長官這二十個月 就更深有感受 管治是一門藝術 要知所進退 尤其是當作政治官員 要知所進退 有時候都是沒有辦法 或者有些俗語說 你都無謂撼頭埋牆 到那樣東西 是未能夠有條件可以做 也得不到議會要投票的支持 我們在盡了最大的努力 問心無愧的時候 都要接受這個政治的現實 所以這次的工作 或者以前的幾件事項 都是圍繞著這種管治的風格 以及管治的精神 我相信如果我們不收回這個議案 明天用你的術語 白紙黑字納齒為照 結果一定形容我們是 施政的傲慢 尤其是我本人 你們習慣了都喜歡聽 形容我是一個很傲慢的人 就說我是施政傲慢 明知都不行了 還要逼議員去表態 但正如我所說 所有這些形容詞 我們都很習慣 總之希望能夠為香港社會做實事 大家是不是有點疲累了 因為周圍兩個小時 繼續吧 第一排最開的位 呂建盈 明報記者邱鴻營 其實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大律師公會 執委石宣明 其實早前曾經提過 現在總共有46個罪行 但是如果你削弱了 剔除了部分罪行的時候 其實反而削弱了法律框架 其實政府經常都說要修補流動 其實這樣剔除法會不會 反而製造了一些商業的流動出來 變成了商業罪犯的天堂 令到香港 第二個問題就是 政府經常都在推銷 就說法庭其實可以把關的 就是有一個保障在這裡 而現在剔除罪行 其實是否信不過法庭的把關呢 認為法庭是這些罪行的把關 都不夠全面呢 第三個問題 對於記協剛才那個疑慮 政府就說 其實是因為今早行會 談了三個項目 所以今天下午就一次過去發佈這些消息 其實以後政府的做法 是不是都會是這樣呢 就是行會談三個 你們就這樣去發佈消息 我先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我以為剛才的一個半小時 大家都很好 我們有互動 大家可以拋來拋去回答 其實很少有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多年坐行政會 很少一次的會議 要處理這麼多同時間 都是社會很關注的議題 當然行會的議程 多於三項 是時常都有 但是三項都有時間性 是需要盡早去公佈 就真的比較少有 時間性 一個就是明天要動議 那究竟動議還是不動議呢 一個就是那個報告已經是 整個月不發表了 有些人已經追我們了 一個就是我們要 用一個特快的途徑 在4月3日 提交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所以全部都是有這個時間性 還有社會是需要有知情權 我們是很願意詳細交代 所以選擇了用今天的方法 來跟大家交代 如果不是這個方法 大家就會三次連續下 的記者招待會 那我就不知道 哪一個是你們覺得 更加好 但如果各位傳媒的朋友 有些回歸的意見 說以後盡量都是 逐個議程 我們一定會 從善如流 我們以後就不用這些方法 不過我以為都是方便 大家這樣做 亦都是我個人的風格 我覺得三樣東西都既然這麼重要 行政長官自己應該 支持我的局長 一起來見傳媒 就不是交給陳凡局長 或者李家超局長 自己單獨和他的部門的同事來處理 但要有這麼多因素集合一起 導致有今天這個安排 是很罕有的 我只能這樣說 李局長 多謝 我必須首先再說明 四十六個罪類 是我們現有法律裡面的一部分 已經是法律 這四十六個罪類 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也都會是我們將來 和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 去簽訂長期協定的一個法律基礎 我們只是在單一個案二交方面 將門檻提高 這個亦都是聽了意見 大家很多時候都說 我們要聽不同的意見 我是聽了的 有一些我覺得 是能處理到的 我處理 有一些我覺得 未必有效的 變得我未必可以處理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 每個司法管轄區 都受到自己的法律限制 例如某個國家 它的引渡法 可能只是有 例如 某一個數目的罪類 簡單來說 二十個或者三十個 這是他們自己的法律制度 我們現有 沿用了差不多二十二年的法律制度 是有四十六個罪類 沿用了這麼久 我們是用這四十六個罪類的基礎 去和人討論長期協定 為何我要保持這四十六個罪類 就是我一向所說 我要確保我們 現有二十二年差不多 行之有效的機制 是保持在這裏 並且在長期協定的制度 必須完全不變 去確保 第一 現有所有的長期協定 是繼續有效的 並且在將來 亦都是用同一原則去做 好了 在 現在的法例 如果 其實我的同事應該出現一個 去立法會的文件 但我會看到 我在二月向 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的時候 就是 現有的法律 是導致我們以個案形式 去做 現在是操作不到的 操作不到的 在技術細節 我在上次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了 包括 我們每一次都要將個個案 公開在立法會討論 包括要刊憲 就算我們怎樣把某些人的個人資料掩蓋了 但很多時候 每個這些移交的個案都有它的獨特性 例如個個案提及 某年某月某日 在某個地點 有個人被殺死 有關的疑兇 我相信他絕對知道 這件事是在說他 另外我們在地理方面的限制 也在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提及了 這個限制我們一定要剔除 才可以處理台灣殺人案 另外一個考慮就是 我們去跟一些司法管理區去談個案而交的時候 我們應該容許不同的司法管理區都針對他們自己覺得嚴重的 所以我必須要去決定 在我的序內裡 容許我們在某個司法管理區 談判是有效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體諒 這是我要充分考慮所有元素 而作出一個平衡的決定 永遠都有一些意見 為何不多某一個或少某一個 我是充分謹慎和小心 研究所有意見 實際情況 以及與外國在商談的時候 他們有時提出的一些意見 再加上我和專系處理國際法律 在這方面的一些專家 討論過很多細節上的問題 從而作出這個決定 再者 我們這次所提出的 和長距協定裡 希望法庭所做的事 是完全保留在這裏的 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人 做一些不合理的猜測 將我們一向對法院的信心 提出任何不公平的一些意見 而在我們現在逃犯 差不多22年的運作經驗 包括我們行政機構的把關 以及法庭的把關 都是順利 看不到有問題的 最後一樣 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是很用心 希望今次 成功處理了 台灣實驗案 以及我們長期的一個漏洞 再強調 我們與內地所談的長期協議 是沒有放棄過 沒有停過的 這個仍然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當我們有一個與內地 大家達成了的協議的時候 必然會拿出來討論 然後必然會在立法會 有充分的審議時間 和討論的 多謝各位 西莊會 TVB的陳兆衡 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林太 你和李家超局長 都多次強調 《逃犯條例》這個修例 希望可以幫助到 台灣殺人案的家屬 但也說多次收到台方的要求 但是台灣方面的要求 不是要求香港政府 用這個方式去修例 也表達了他們對這個做法有保留 會不會到最後的結果 是用了這麼大的精力 或者力氣 去說服大家接受 修例之後 到最後台灣方面不接受 到時候 是否只可以說 我們已經做了所有事情 將責任推給台灣方面 就可以解決到呢 其實 真的用這個做法去處理的話 是否政府是覺得 要做到你們口中的第二個目的 就是要填補漏洞 比起真真正正去幫助這個家屬 是更加重要的呢 為什麼不可以 跟台灣方面先協商 一個處理這一宗個案的方法呢 另外想問局長 就是你剛才說到 就是說 這次剔除九項的罪行裡面 其實先處理了一些比較嚴重的罪類 會不會擔心發放了一個錯誤訊息 就是那九項是不嚴重的罪行呢 但是因為如果不嚴重的話 事實上 你們當初也沒有需要 訂立這四十六項的罪類 最後有一個問題想問陳凡局長 就是關於沙中線問題 其實調查報告裡面 有一些事情都說得很明確 就是剪鋼筋是確實存在的 而剪鋼筋是泛順的員工的所謂來的 其實剛才說的一定追究 會不會首先對於泛順 他可以有一些行動去採取 例如禁止再向他批出合約也好 或者立即去追查泛順 有經手過的其他鋼筋工程也好 還有就是如果現在 就算月台不需要加固和重建 但是按委員會的建議 要做一些監察的儀器等等 以及也要等三階段的 全面評估策略完成也好 其實可不可以在今天已經很明確地說 是不可能可以如期通車 是一定要想局部通車方案的 麻煩你 我回答一下第一條題目 因為你是要求我回答的 然後交給李家超和陳犯局長回答 正如我在開場法介紹 今次我們做《逃犯移交》這個修訂 是有兩個目的 兩個目的是並行的 一個就是處理台灣這件殺人的案件 第二就是堵塞我們現行制度的漏洞 不過我也是補充 當然現行制度的漏洞 不是今天才知道的 歷屆的政府可能多年都知道有這個漏洞 因為我們都沒有辦法可以 在跟我們有長期協議的20個國家之外 可以做這些移交的逃犯 所以我再在開場法已經說了 是甚麼激犯我們在這個時候要很用心去做呢 當然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有台灣殺人的案件 無論是死者的家屬 或者是社會的大眾 都覺得奮奮不平 明是知道有個疑犯了 但是在台灣當局也要求你移交 你又沒有辦法可以做 所以激發了我們在這個時候 認真做 但是並不等於 好像有人說我們是沒有用心 利用一個這樣的個案來做 至於做了之後成不成功 這是沒有辦法現在可以在這裡預測 甚至不可能保證 因為每一個個個案的移交都要有一個協議 所以都是要看雙方就著這個個案 是否能夠達成一個協議 用李家超局長說 即是甲方月方 大家同意到就可以做 但是外於其他原因 從未到就做不到 亦都不存在說 將什麼責任交給誰的問題 總之都是那句說話 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見到有一些問題 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解決 我們就提出解決的方法 李局長 多謝行政長官 我不打算去揣測台灣方面 對這件事件會怎樣處理 但是從執法 無實的角度 我的確看不到有什麼理由 在我們互相尊重 指談個案 以後 他提出了要求之後 我們不談其他事情 我真的看不到 為什麼 會有人覺得 不做這件事 可以做這件事 好 第二 台灣殺人案 很明顯地證明給在座 每一位 包括我自己看到 同樣的嚴重案件 兇殺案也好 其他的殺人放火 蟹劫炸彈案 都可能發生在 其他的司法管理區 我沒有跟他有長期協定的地方 你叫我 你鼓勵我視而不見 你贊成我視而不見 這個制度的缺陷 我覺得我不應該作為保安局局長 漠視了其實這些逃犯在香港 他是在製造一個對我們市民安全 以及治安的風險的 最有利於誰呢 如果我們這次的方案做不到 是逃犯 我們同意逃犯的法律 以及人權我們要保障 但是我更認為 我要保障奉公守法的市民 我更要保障 你們不會住在一個 你根本估計不到 在外地犯了嚴重罪行的 可能的連環殺手 或者是一些連環的色情狂 我覺得我不能事而不見 另外 我亦都在公開場合說過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 一個真真正正可以有效 在個案方式的移交 然後呢 我們是拒絕了 至少八次 八個 在沒有長期 現在協定的司法部門區的要求 而大家都同意 一起應該有個 國際責任去打擊有組織罪案的 我亦都在公開場合說過 起碼有五件案件 是涉及香港人 包括有幾宗是香港人被殺 而移空去了外地 或者在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 是涉及嚴重的綁架案的 我是否可以永遠事而不見 永遠再發生一次 不幸地這個是某一個人的家人 他再跟我說 我都說對不起 我們沒有法律處理 我覺得我是有責任去處理它 不能事而不見 希望大家明白 今次我們的確是很全面 用心地令到香港在這方面 不僅可以令到 犯了嚴重罪行的人 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亦都是真的保障我們每一位在香港的市民 日常的治安和安全的 謝謝 就著剛才朋友所問的 剪鋼筋的情況 其實是中期報告都說得非常清楚 在這個調查過程裏面 是找不到有充分的證據 是看到有所謂大規模系統性的 剪鋼筋的情況 但是的確是有一些事例 是看到有剪鋼筋 包括其中一宗 是把這個B類的鋼筋 剪為A類 還有有些情況 就是當時的工地的監督人員 也是表證了 所以那個報告 交道得非常清楚 當然如果在那個鋼筋 或者其他的工作 是涉及一些刑事的情況 剛才我們也是向大家 作了一個報告 就是已經將有關的事項 是交給這個執法單位跟進 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沒有一個進一步的資料可以提供 至於你說日後 需不需要加固 重建 甚至其他的情況 我們要了解 現在的調查委員會 只是完成了 這個是紅磡站 紅磡站裡面的連續場 以及這個層板結構的調查 以至就是那個紮鐵工作的質素 那個調查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大家都知道 是有北面連接隧道 南面連接隧道 以及這個是列車庭放處 那個調查工作 仍有待進行的 所以我們需要 等待調查委員會 它完成了全部的調查 而港鐵 以至政府的專家團隊的 跟進那個 全面評估策略的調查 也都會是 就那個 剛才我們所說的問題 進行一個 三階段的檢查和評估 然後也將有關的報告 提交給這個調查委員會 我相信到時那個 最終那個調查報告出了之後 有關的問題 是會得以水落釋出 至於說 是可不可以如期通車 我們都說了 因為整個紅磡站 除了這個是 月台層板 以及連續場之外 還有南北連接隧道 停放處 以及相關其他的東西 我們都要確認 它的結構 建造的質量 都是合乎 那個法例 合約 以至規範的要求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今天我們是沒有辦法 做出一個評估的 多謝 記者會超過兩個小時 官員還有其他公務 我們最後兩條問題 好嗎 黑色三點位 林太太你好 我是蘋果日報記者 呂浩然 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從三歲分流那裡看 因為建制派不支持 你都說了就是數夠票 數不夠票 所以你要收回 但是在逃犯條例那裡 你也是因為建制派 他們提出 又是商界議員提出 要剔除那九個商業罪行 那你真是做了 想你確認一下 是不是你未來的管治風格 都只要數夠票 你就做 數不夠票 你就收回 就叫做從善預留 麻煩 當然不是 如果三歲分流 要數夠票 很容易 很容易 只要接受 五十、三十、三十、三十 或者五十、三十、三十五 我就足夠票 但是這就違反了整套建議的目的 起碼我們得到的科學的數據 或者評估 一定要去到五十、四十、四十 這三條隧道的流量 才能出現分流的效果 但是這就對於某些議員 他或者聽到社會的意見 他另外不能接受 我剛才的說法 我們是尊重 但是我不會因為要拿多些票 令到純粹要通過 而不理後果 去作出這個修訂 我希望這是很清晰 這就是我的管治風格 當然在逃犯條例 剛才是李家超說得很清楚 我們也不是說他聽了 他說你拿走八項、九項 我給你票 也要有理據 我們也看了我們其他二十份 長期協議裡面 涵蓋面也有差距 有些是去到四十幾項 有些也是二十幾項 因為這是個案的移交 不是放棄了長期的協議 可以先做了這裏 讓我們處理了一些 比較嚴重罪行的問題 當社會市民都接受了 有個移交的個案的情況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 再處理其他的 這是一個務實的做法 我只想補充一點 剛才我在不同的答案 我是說 四十六個序律 都是嚴重序律 因為我們使用這四十六個序律 其實在回歸之前 都是這四十六個序律 不過有意見認為 做一些相對性 以及爭議性較少的 我們是聽了這些意見 以及綜合了剛才我所答的一系列的考慮 不是單一元素 我也是會見了不同的界別 或者是代表人士 剛才我所說的 所以我覺得是不公道地 只是去反映某一個領域的意見 我覺得是應該說了 我們整體聽了不同的代表的意見之後 做保安局局長的決定是不容易的 亦都一定是怎樣都會有被指責的 但是這個是我的責任 我覺得我現在建議的三十七個序律 是足以令到我們有一個相當足夠的基礎 讓我們的同事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 有足夠的序律範圍去處理我們認為 相對嚴重 而且我覺得一個這麼嚴肅的逃犯過程裏面 是足夠和適合的 多謝各位 最後一條問題 後面綠色褪的位置 Madam Chief Executive and Secretary Regarding the removing white collar crimes from the proposal does it mean that the government didn't think it through before you plan to begin work to amend the extradition legislation and in light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widespread concerns to this controversial amendment will you consider scrapping the entire proposal for good and concentrate on working out a property with Taiwan instead because it's been said by many legal experts that there's no loophole in existing laws and on the tunnel toll proposal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e government withdrew the motion and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to lobby lawmakers into accepting this deal that you think is good for Hong Kong and finally landed the government into this embarrassing position and finally the COI has concluded that Hong Kong station is safe Secretary can you tell us once again will the government rush to open the shard into central link and what would you hope people would take from this report Thank you Sorry which media are you from? RTHK Thank you I answered the second question on the tunnel tolls and invit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nd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Housing to address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one As I have explained, it is part of our governance style that we will confront the problems and the issues that have been causing a lot of anxiety to Hong Kong people and traffic congestion as a result of sort of overused of the Cross Harbour Tunnel as well as the Eastern Harbour Tunnel as a problem that we face for a whil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Western Harbour Tunnel does have some spare capacity especially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central Wanzai bypass So we have worked out this package of proposals and spent quite a lot of time to convince a commercial company, the Western Harbour Tunnel Company to accept this package You ask who is responsible? I don't think it's a matter of responsibility It's a matter of there are issues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that we cannot come to a full consensus to 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move forward especially a proposal which ultimately requires voting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hile tomorrow's government motion is a non-binding motion but what we need to follow up if we were to implement this package is we need to amend th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hich needs to go bac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voting and we need to apply for funding, rather significant funding from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o we have to be very certain that we have that sort of broad-based consensus and support before we move forward otherwise we will be wasting a lot of people's time and keeping this commercial company in suspense of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afterwards So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are doing On two occasions we have withdrawn, but they are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first withdrawal was because of the Central Wanzai Pass launching which in the initial days have not been as smooth as we believed because it was only partial So we don't want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to debate on a government motion without the accurate and the comprehensive scenario in front of them So they may come to som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Wanzai Bypass on this particular package So we withdrew that first motion and allow a bit of time for the Central Wanzai Bypass to come into full commissioning And now we have the full situation in front of us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Wanzai Bypass So we want to put thi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gain And I would say this is really the first time on a substantive basis that we invite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to vote So then comes a very realistic situation that we are doing extensive, intensive lobbying As Frank Chan has mentioned over 30 occasions of discussing with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we know very well from those discussions and from their comments to the media that we will not have enough votes And that is by quite a wide margin So in order not to waste a valuable tim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 have decided to withdraw this motion from tomorrow's agenda So I feel the whole process is a very conscientious process on the part of a government to try to solve a problem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respect the views of individual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nd we will accept the consequence that this package is not going to be implemented But we will then turn our efforts and attention to other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traffic congestion issue in Hong Kong Thank you, Chief Executive When we make the first proposal to Legislative Council We have consciously made sure certain things must happen and exist T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law and system regarding surrender of fugitives Which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almost 22 years smoothly This system and the whole laws regarding it must be preserved as much as possible That is exactly what I have said earlier That for all long-term arrangements Then the whole system and the law remains there All the safeguards, all the principles are there The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he law as it is written The law as it is written Has not been practicable In allowing for case-by-case surrender Which is proven by the Taiwan case How should we address it? So we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we will allow this So that we have zero surrender on a case-by-case basis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law And its impracticability I thank the Chief Executive for highlighting consensus in our governance It is a controversial subject I listen to views There are of course views that I can act on And there are also views that I think I have difficulties in acting on But that is a process that I would thank for anybody who has provided views to me Whether it is in support or in opposition Whether there are alternative methods And I have explained at least why I think I cannot act on what you have asked me One, alternative suggestions I will continue to explain why other suggestions in the opinions that have been received by me May not be the reason why I do not think that they can be acted on When we discuss it in LegCo But I make a conscious decision I calculated all factors before I come to this decision It is not an easy decision But it is a cautious, careful and serious decision Having taken into all factors different views And what we want to achieve And ensuring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esent system of surrendering fugitives Is positively maintained So I hope that I can make use of other opportunities To explain more about the details of the bill Which will be accepted by Friday As far as metro service or railway service is concerned Safety always comes first This is the government's clear and loud position And this is also public's aspiration and expectation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speculate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rush for the opening of the southern central lane We would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safe Before we would allow the railway to operate Rest assured Can I add one more point Which is your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re is a loophole in the system I would not like to debate what terminology one should use But if there is a case which everybody agrees that we should do And we can't act on it to deal with it To me, that is a loophole I must addres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